好 芭樂看盤的方式 跟大家不太一樣 就是不太常在看盤 那很多人都喜歡這個 高配息的股票 鎖定這個高殖利率的股票 你計算殖利率的方式 跟一般人也不太一樣 你的方式有什麼特點 我覺得最大一個不同點就是 大家在算殖利率都知道說 分值就是你的配息 然後分母就是你的進場的價格 但是在市場上很容易就是 譬如說我是用除權除息 前一天的股價當分母 或者是說在除權除息 前一段時間的平均價格 然後在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我就會很好奇說 所以688的台積電 是沒有人買到過囉 當然有 那一定會有人買到過 所以說不管是存股票 還是存ETF 它不是一下子 也不是一陣子 它可能是存一輩子 你一定會遇到股價的震盪 所以我的計算方式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你先假設在除權除息前的 最高價不小心被你買到 你是不是當年度的殖利率 感覺好像不夠高 但是如果說你連續五年 你一年買到最高價 就已經很倒楣了 你連續五年這麼倒楣 這是不是叫做 假設一個叫可能的最壞 我認為的可能的最壞 並不是說這一檔個股會下市 而是你買在不好的價格 結果這個殖利率 你這樣算出來講 都很穩定 而且是穩定的高 就代表是說 你已經考慮到一種 可能的最壞的狀況 就是我買到不好的價格 但是如果它在這最近這五年的平均值 都還可以到百分之五 甚至到百分之八 那不叫做至少嗎 那我稍微認真一點的話 衝到百分之八以上 甚至到雙位數 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OK 這樣存起來 覺得比較安心一點點 對 這等於是說 方式第一個動作 其實我在跟很多朋友聊的時候 我說分母 你不能假設一個比較完美的狀況 他就說誰會詛咒自己 買在貴的價格 對 這真的是顛覆一般人的想法 一般人這個算一機 不很喜歡算那個 你看這配息率多好 拜託 你就拿它最好的這一機來看 覺得然後給它撐一四 覺得特別的漂亮 對 所以我才會覺得是說 你要算最壞的 其實我們在看這東西來講 你只要相信是說 你考慮到一個 食物執行上面的 叫做我買到不好的價錢 這是最容易發生的事情 那這個情況你考量過的時候 你會發現 當你做了這個動作 未來在股價震盪的時候 包括像2022年 股價在做修正的時候 當你做這種方式來講 其實你在書上你都可以看到 即便遇到2022年 那些好的用這種方式 你挑出來好的個股 其實他們的整個的表現 會比你預期的 還要再好一點點 因為股價在下滑的過程中 你不會擔心 因為股價高當分母 我都覺得還不錯 那股價低當分母 那不是更好嗎 在那種情況之下 你就會覺得 你在存股的過程中 你會開心做這件事情 OK 好 重點就是安心 很多人喜歡配這個股息 但是你說你喜歡配股票 對 我覺得這個應該考量到說 不同的一個狀況 譬如說今天假設 你的年紀到了某一個年紀 或是說你的資金相對比較大 你需要一個叫穩定的被動收入 因為對我來講 存國裡面 在書裡面我會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叫做你的目的是 為了要領取穩定的高被動收入 百分之六 你一千萬 你一年這樣子領個六十萬 你一個月可以領到五萬塊錢 那是因為你需要一個叫做 穩定的被動收入 在這種方式當然就可取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可能是小生男小子女 或者你現在目標是叫做 擴大你現有的資產 如果說今天擴大現有資產 來講的話 你要的方式 它就不是現金股息比較好的 你的目標可能是要從五十萬 變成八十萬 一百萬變成三百萬 你的目標是為了要擴大你的資產 那或許在某一個類型的存國標的 標的叫做配股 股票鼓勵的就會比較好了 這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在市場上面也有很多 在討論說好的股票鼓勵的標的 但是在計算的過程中會算錯 我就不要點名是哪些財經的網站 因為都是太知名的網站 他在算現金股利跟股票 股利的時候 照理來講 我們講說0.42塊錢的現金股利 跟0.42塊的股票股利 它其實彰顯的數字是不一樣的 但是在很多的地方 它的算法就是 直接把現金股利0.42 股票股利0.42 他就直接把它加起來 然後就出一個分母 這樣算起來 那數字答案都不對 你很有可能一個不小心看一看 這樣算起來那個值率好像不高 但是它配的是股票 0.42的股票股利 跟0.42的行金股利 它算出來答案一定會不一樣 就等於在這邊 有個簡單的一個算法 就是你配到0.42塊 就等於是你一張 你買了一張 它送你大概42股 42股如果說 價格是14塊來講 其實你領到的現金 折合一個價格 不是420塊 是588塊 然後你把 如果它也同時是配 0.42塊錢的現金股利 等於0.42的現金股利 值420 0.42塊的股票股利 其實是值588 再加上除以你的購買的價格 其實你的殖利率 是可以接近是7% 但是坊間的算法 會把420加420 除以1萬5 它會把它的一個叫做 真實的價格給降低了 這點我會覺得 比較可惜一點點 所以說在算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把你的股票股利 稍微換算一下 它的真實的價值 好 然後你覺得 如果年紀輕的話 應該就是爭取買更多配股的股票 對 包括我自己 像在存股的過程中來講的話 就是這兩檔個股 我都覺得很符合 我們所訴求的一個狀況 從第一個 你從核酷金的角度來看 從核酷金的角度來講 如果你看到0.3 0.3的這個股票股利 你會覺得好像不多 因為大家如果把0.3的股票股利 你當成是現金股利 那不是才一點點價格 但是0.3的股票股利 其實你換算之後來講話 它的價格 其實不是只有0.3而已 你整個換算之後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在這邊 你看到這邊一個欄位 你會發現我剛剛所說的 如果從2018年到2022年 2022年還是比較慘的那一年 你每一年都在最高價來買 坦白講你應該去廟裡面 去問問看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怎麼年年都買在最高價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即便你年年都買在最高價 去存核酷金 它每一年的指令率平均 都還有6.3% 那不就代表是說 我只要沒那麼倒楣 買到一個價格相對低一點點 我不要買到最高價 但是我也不見得買到最低價 我真的可以買在合理價格的時候 它的指令率一定會比6.3 還來得高一點點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來講 這個是存了十二年了 這個就在私產股 這個部分來講 因為比較少人會認識它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你光看那個股票股利 它零點從2018年開始 一直到2022年來講的話 它每一年的股票股利 大致上來講 最近這十一年 平均都超過一塊錢 一塊錢的現金股 一塊錢的股票股利 就等於是買十送一 我買十張它就送我一張 在這樣子滾來滾去的情況之下 你每一年還是一樣 我並不假設我買在低價 我就是買在它的最高價 算出來的殖利率平均 是穩定的十三點八 不是忽高忽低的十三點八 十三點八 是穩定的十三點八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來講的話你就會知道 它所帶來的 各位如果說你有注意到 你看它的現金股利的部分 現金股利部分 是不是相對來講不多 譬如說在一八年 一九年它只有配零點二 那感覺好像你領得到的 被動收入不多 但是它的特色是在 它的增大資產的那個部分 你領到的股票股利 讓你一路不斷地滾 你每一年都是十張送一張 第二年你是用從十一張開始滾 你越滾越多來講 我有試算過 如果說以五年來講的話 你很有可能 你每一年都只買十張就好 其實照理來講 你只買了五十張 但是其實透過 這五年來講的話 你已經滾到大概是六十七張 甚至超過七十張 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的一個存果的價值 並不是在像一般人 所謂的提供被動收入 它的被動收入的資金 把你擴大資產 對 但是它擴大資產來講 這個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為什麼它給這麼穩定的 配發鼓勵 而且兩位數呢 我覺得有的時候 這是天時地利人和 因為它跟房地產 有必然的關係 然後因為櫻花界來講的話 其實在台灣來講的話 雖然房地產市場 不是我的專長 不過我會很清楚 台北算是可以是蛋黃區 或者是某一些特殊的地方 它的房地產的價格 會被拉升 但是有一個 我們六都裡面有一都 它是幾乎是所有的地區 價格都在馬上上 就是台中 所以說今天櫻花界 它的主力就是放在台中 所以說台中來講的話 它的整個的一個過程 包括今年當大家都在講說 房地產的價格多不好 多不好 但是它的每一個 每一個案子的銷量出來之後 他們預估像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四年 預估每年都會有 一百億以上的收入進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的整個的 配息的鼓勵政策的穩定性 至少在我們可預見的 大概三五年之內 它都是非常穩定的 所以這你會繼續存就對了 對啊 當然存到它變形為止 OK 所以通常存股都是繼續存存存 但是這一檔玉山金 今年一公佈這個配股配息的時候 你就給它賣掉了 為什麼 對啊 因為它就是變形啦 因為變形 因為玉山金 各位我們用剛剛 同樣的方式來看 在過去 即便在二零二二年 它在配二零二一年的 一個鼓勵政策的時候 其實它的整個的狀況 各位可以看到 它是非常穩定的 大概百分之八點五 百分之八點五是非常穩定的 它並不是忽高忽低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對於資產的增值的效果 其實很明顯的 但是到今年 它在三月份的時候 它在宣布的時候來講話 其實當天早上訊息 一接收到 我當天在還沒收盤之前 我就把玉山金全部賣光光 因為它的整個鼓勵的政策來講話 它的現金鼓勵 砍了大概百分之七十 股票鼓勵砍了百分之四十幾 然後它就等於是說 原本對於它 擴大我資產的一個效果 對我來講 我對你的心沒有變 因為你對我的這麼好 這麼多年來是好 但是是你變心了 是你變心 你對我態度變了 而且這個變心的方式來講 很多市長上 我當然也聽過 他們是說 其實這個不能怪他 因為玉山金遇到的狀況 就是所謂的金融的一個 強力升息 還有暴力升息 但是各位 如果每一檔金融股都這麼糟糕 那我就算了 但事實上來講的話 像永豐金 大家覺得它是沒什麼 但是永豐金它的現金鼓勵 稍微折損一點點 大概百分之二十 但是它的股票鼓勵 從零點一增大為零點二 然後第一金它的股票鼓勵 從零點二增大為零點三 然後核庫金 它從零點三增加為零點五 他們都只有在現金鼓勵 做一點點小幅的修正 但是總的來講他們並沒有 大家都遇到同樣的狀況 但是玉山金的一個減損 很多人會說要不要給它機會 我想說在存股的那一天 在我們如果要再領取 被動收入的那一天 我本來寄望我的帳戶裡面 會進來多少錢 突然有那個公司打電話 跟你講說因故請大家供體時間 說今年不配了 我想你們也受不了 所以說不是我不愛玉山金 而是玉山金它變心了 OK 好它變了你就跟著變了 好 高股息的個股呢 這支援這邊也可以推薦大家一檔 對 我這邊推薦大家一檔 就是我自己存股存很久的 9917的一個中保 其實我選存股的條件 很簡單 第一個條件我就已經把 八九成的股票給篩掉 也就是你要從兩千年 到現在為止 每一年都要配發穩定的股息 這一點 兩千年到現在 為什麼這樣選的原因是因為 穩定 表示說這一檔股票 有經歷兩千年的科技泡沫 兩千零八年的全球金融海嘯 歐債危機 二零二二年的新冠 對 這二零二零年的新冠 還有包括二零二二年的 大幅度的一個修正 如果你還能夠每一年都能夠配息 而且很穩定的話 那你這家公司基本上是很合格的 那為什麼選這麼冷門的一個股票 是因為說第一個 我當然看到它過去的一個配息的 一個狀況 這個其實我提供資料 還更長 但是因為你看字卡 還不夠長 所以沒有辦法把它列出來 我覺得兩千零八年最糟糕 最糟糕的狀況 它那一年是不是每一個產業都很慘 包括台積電也很慘對不對 但是它中保在這個那一年 還配了三塊錢的現金股利 當時候它的股價最低多少 四十塊錢 如果我們不要講說這是其他類股 你光看到這檔股票 然後四十塊錢又可以配三塊錢 哇 這殖利率七點五個percent 有什麼不能買的 然後為什麼選這個原因是因為說 我這個條件是要保證就是說 未來這家公司能夠每一年都賺錢 哪一家公司能夠保證你每一年都賺錢 那我看它的行業別囉 像電子產業的話有高有低 所以有時候它可能賺錢大賺錢 有時候它可能大虧錢 那這個行業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你只要有房子就一定需要保全對不對 不管你是社區公司 只是你有沒有選擇這一家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以保全這個行業來看的話 國內大概數一數二的 第一名大概就是中保 那第二名就是星光寶 那如果你是比較高檔的住宅豪宅 你是比較像外商的 像我們以前就是選擇中保的 這個那現在你看到它很多的服務 所以它也把它名字改了 就原本從中保變中保科 因為它現在提供的是一個 所謂的科技的一個保全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說你要確保你的存股的 這個條件 它能夠每一年都能很穩定的 這個配息才可以 好 那現在來講 它現在已經從我存的時候 大概是六十塊出頭 它已經長到快一百二了 還能存嗎 那我們再看一下它今年配多少 你看它去年配多少 去年還配五塊錢 那如果說它今年也是配五塊錢的話 那以它將近一百二十塊來講的話 還是很不錯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條件是這樣子 我們在算殖利率的時候 有個迷思就是說 你可能當年度或下個年度算 比如說像航運股 某些股票 你算的時候 可能就會覺得說 它殖利率很高 可是你沒有想到就是 它過去是不是有這麼穩定 這麼高的這樣的一個配息 並沒有 過去沒有 未來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對 所以這很重要 其實我還想列另外一檔 但是這個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九年前我叫我妹妹 因為我妹妹就是想存股 她就想領席 她說哥哥你就推薦我一檔 那我就說好啦 那你就買 你就買季家好了 結果他四十塊買季家 然後這一年 這些都沒賣 沒有賣 他這一年 他這幾年 他有算過給我說 季家已經配給他的息 已經讓他幾乎是零成本了 因為他每一年每一年 都是配息 配息這樣子 更不要講他這一波 搭上AI的一個列車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到就是說 因為股價上升下 他買了四十幾塊的時候 他最低還能曾經跌到二十七塊過 但是因為他是純股 而且季家真的就是過去 就配息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非常穩定的 那現在他就變成 從一個存股的個股 現在變成一個成長股 就跟台積電很像 OK 所以他繼續存 對 繼續存 我就叫他繼續存 這個可以存九年也不簡單 單身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向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卷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